Hello,大家好,我是斑斑,想和你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 之前有一个粉丝留言跟我说他非常想听我原本的声音,希望我不要变速 那么好吧,我就变速了 如果你们比较喜欢我讲快一点的话,可以大家自行变速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来法国留学到底要花多少钱 首先呢,就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法国留学呢 应该是全世界留学最为划算的一个国家了 可能不是最吧,可能最为划算的国家之一了 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法国这个国家我觉得它整体的医疗保障和各种的福利都很好 然后特别是它对穷人特别好 然后学生呢又属于无收入人群,也就是穷人 所以呢,学生享有很多的福利,所以我觉得来法国留学还是一个中产家庭 就是中国这样中产家庭不错的选择 当时我选择法国留学呢,有一小部分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当然了,我本来本科就是学法语的 如果我去德国留学好像听起来不太合理,对吧 那么现在呢,我就通过我的经验跟大家说一下来法国留学大概需要多少钱 当然大家请注意一点就是,这是我的个人经验,也是我的个人意见 在每个城市以及每个地区,在每个学校都可能会不一样 然后呢,我只能给大家估一个大概的数字 如果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 当然大家就是根据你的生活情况 比如说你想要获得奢靡 这就是跟在北上广一样 可能在上海你可以租一个房子1500块钱 也可以租一个房子6000,8000,1万,或者几万块的都可以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中间值吧 如果你让我说在上海生活一个月要多少钱 我可能会说大概六七千吧 你也可能会说差不多这样子 就只能是差不多 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能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能跟我交流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有说的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也希望大家多见谅 好,我们现在先说第一点就是学费 我尽量写大一点 然后看,学费 学费要花多少呢 那就在于你要去哪里读书 因为我知道来,大家都知道来法国 可能你会要去语言学校 那语言学校其实不是很贵的 如果你是去公立的语言学校呢 我当时去的那个学校是两千六百欧 然后我去的是两千六百欧 我知道现在有些语言学校是分四季或者三季 每个季大概是一千欧左右 所以可能就是最低吧 我说两千欧 然后可能是在两千到四千欧一年 如果你去,比如说这是语言学校 如果你要是读的是公立大学的话 大学的话注册费是非常低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四百块钱 那么现在呢,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你如果是读大学的话 这个是语言哦 如果你是读大学的话 你可能是四百 然后如果你是读master 但是,但是这个是公立的 如果你是读私立的话 那么就会很贵 这个价钱大概是在十千到 或者八千的也有 就十千到二十k吧 都有 就是两万欧一年的都有 甚至更高的 更高 一般这些都是属于学校越好就越贵 然后呢,如果你是读master的话 据说现在 就是公立的学校也要对外国学生收费了 反正是三千多 具体的法令实施下来 我还不知道 如果不是四百的话 你可能就要付三千多了 三千k价 不好意思是三k价 如果是三千k的话有点贵了 那如果是读私立的话 价格就是差不多 还是一样的 就是十k到二十k 这是私立 然后还有一个 除了学费之外 你就还需要一个生活费 我给出的一个大概的建议值 就是如果你是在巴黎的话呢 你得预算是八百欧吧 因为我想房租起码得五百欧左右 就加上这种七粒八粒的 五百 然后吃喝得三百欧 虽然在法国是有房补的 房补这个东西不是每个政府都有啊 在法国呢 它是因为你是无收入人群 所以它会给你一些补助 所以你的房屋是有补助的 比如说你租个五百欧的房子 可能很有可能 你可以拿到两百多的补助 我说的就是说大约八百吧 因为你平常肯定还要出去吃个饭呀什么的 我觉得大约八百吧 但是如果是在外省的话 可能六百 但是这个都是一些非常低的生活水准呢 如果你要过得好一点 你可以自己往上加 你加到一千两千都是可以的 我记得当时我一个月是要用大概八百到一千欧吧 至少了 因为低于六百欧 我觉得在外省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房租起码得三百多欧 然后你虽然有个房补 但你还得出去吃两顿 你还得买点书呀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我就把生活费包括了杂费和日常支出在一起 然后你可能还需要旅游呀什么的吧 和其他的就是加上机票 机票的话呢 我倒觉得一点都不贵 我们最近几次的往返 大概都是在八百欧左右 七百到八百欧左右 我知道有非常低的往返 只要大家提前买五百欧的往返也有 我就写个八百欧好了 八百欧的话可以只大了有时候 只大了五 所以呢 通过计算 如果你最便宜的方式来法国留学 你就读大学 你就读这种最便宜的 然后生活费是六百欧的话 那么六百乘以一十二 七 七K 然后七K再加上这个 可能一年才花了十K 大约十K啊 如果你是去最贵的的话 你去私立学校最贵的这个二十K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生活费 每个月大概八百八十 八百块钱的话 可能你要三十K左右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最便宜的学校 可能是十K 最贵的话可能是三十K加 这个大费就是 我说的是欧元 所以大家只要换成人民币 你最低每年来法国的话 是八万块钱人民币 你最低要这个计算 最低而且是读本科 如果你是读master 现在的学费可能会根据 马卡文最近出的那个政策要涨 那么你可能要就是要多交三千欧 三千欧的话又再加两万多块 所以你可能要十万块人民币左右 这是最低 然后如果你是要去私立学校的话 可能就是二十多万一年 但是相比起澳洲等其他国家的话 我觉得这个留学的经费 确实不算很贵的 当年我记得我在澳洲 一周的那个房租 好像就是两百多刀 两百八十刀 当时我住在学校非常的非常的笨 像法国的话 如果你坐在学校是非常便宜的 但澳洲就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当时生活费也非常的高 然后学费的话 我当时是交换身 所以就是拿了全额奖学金 等于就是我们这边学校给我出的 然后我记得我没有出钱 但是我记得是两万八千澳币 也就是十四万左右 跟那个最贵的法国私立学校差不多 所以呢如果你准备好来法国的话 那么就考虑清楚是要读公立学校 还是私立学校 因为中间存在的这个差别 这个钱还是差得很大的 然后至于公立私立学校的优势和劣势的话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请给我留言 我会就尽量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意见 然后关于这个钱准备的话 据说你来之前是要就是存一个保证金的 我觉得呢在你自己的财务上呢 如果你真的准备来法国读两年书的话 如果读公立学校的研究生的话 也要大概准备个二十多万 然后如果你是读私立学校的课的话 可能要准备大概四五十万左右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如果大家有别的问题的话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我 然后斑斑会在第一时间 如果看到了可以回答的话 会回答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点赞 欢迎订阅我 拜拜